以后你要是想吃藕片就和我这样炒 做法真的很简单 哪怕你从来没有下过厨 用我这个方法也能轻轻松松搞定 树上摘的莲藕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水开下锅 放一勺白醋 能让藕片不容易发黑 而且吃起来更脆 油热下五花肉 煎炒出油脂 放蒜末 青红辣椒 调味只需要一袋好吃的爆炒酱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 这种酱不管是炒牛肉 炒猪肝都非常好吃 炒香后倒入莲藕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能不能帮我点个小红星鼓励 谢谢了 最后放点大蒜叶 大火翻炒两分钟 当年就是因为这道菜 丈母娘让我告别了三十年单身